这次我们就讲AV女优的杀害消失事件 先讲日事先讲这个情细片 当时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曾经去不知旺角什么地方买这个片 因为那个年代仍然是流行买法 不是控下载 因为2002年似乎宽品还未彻底普及 很多时候有没有56k线 我想也有的 宽凭他刚刚踏入那个时候 应该还有部分人用56k线 如果太年轻人不知道 什么是电话线56k线 就是提外话 用56k线是玩旧版的Diablo 2 这一款电脑游戏 连线玩的 不知道哪个人打电话来 断线 结果把家里的电话 电话线也是它 56k线也是它 这一条线是飞到手机 然后哪个人打电话 就在手机 不要打断那条线 玩对战镜 那个年代的56k线 又可以 又可以 多少钱 给你有多快 整场影片 我讲日本情细片 最保数1k级 比如高清的高清 我看过7G8G都看过 如果不是下机线 我就当你不是下机线的 明年今日那首歌真的 今天开始按机不是明年才拿到那套片 所以那个年代是买实体碟的 当然长城在另外节目说 不在这里详细说 我记得2020年发生淘井网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是去旺角某间店买 正在看这类片的实体碟 这个是DVD来的 一百元四还是五那些 真的忘记了这价钱了 因为是海鲜价 通常是四 五可能是割价求售的时候 怎么听到淘井网呢 当时也有网络科技 没有那么多网页给你看 网上新闻 当时在香港也没有再订阅本报纸 也未必看到这件事件 但是竟然听了一个 是情色片的、情色碟的店员的口中说的 他这样说的 我不记得 是很久的这件事了 超过 几乎20年左右 我记得 淘井网啊 这个女友 AV女友死了啦 旁邊他就問,怎麼死的? 那架子很殘忍的,整把東洋刀堆死的 劈死的,那時候就想,陶井望也有看過 陶井望是否尋守東洋刀? 武士刀斬死人這麼誇張,不知道為什麼 一傳聞說,斬死就會出現武士刀 其實老實說,看電影看得多 譬如看《標殺令》,你看得多 哪有每次出版武士刀,每個人懂得拼 武學那些人說,鋼刀很重,不懂拼 不可以這樣,不知不知道,說到日本人 用刀殺人就即時想起武士刀 但實質上用武士刀,行兇 我可以告訴你,少之有少,不是說沒有 而一般常人家裡就不會有那把刀 聽到原來這樣,被這把刀堆死了 知道他死了,但是不知道,直至後期 當資訊流通,有網絡,找回新聞 我原圖整個網單是這樣的,這麼充滿疑點 講過很多,可能Youtube也有講過 我以前也講過,但今次我都重新 我現在做update現有的資訊 跟大家分享一次,因為我相信很多自己有 是沒有聽過這個節目的 自己有門,網有門,有些是第一次接觸這件案件 聽完大家去分析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當然我也希望猜到答案了 好,講到入題了 先看一張圖片,看一張現場的圖片 當然是事發的現場 事發現場是一個河邊 我講講地理位置給大家聽 這件事發生在2002年10月12日 晚暢是8點多左右 可能大家會覺得 那張圖不對事實 藍生日光日白的那個景 當然,那裡沒有街燈的 那這張照片是事後 第二天發現了的時候 圍了一個證據 有些人去拍現場 它是哪裡來的呢? 不是東京,是長野縣 它那個時名是叫做炎烤氏 那烤字是怎麼寫呢? 是澤烤英龍華的烤 有人讀過粗口音的 其實就是烤字 烤字就是屍體的C字 C字部裏面是一個七八九個九字 讀烤音,日文是解屁股 在中文裏面這個烤字是解大腿的 我講回一下,叫炎烤氏 裏面有一處河,河邊 現場的照片其實還有其他 我們看看下一張的現場照片 見到就是河邊再近一點 發生了什麼事呢? 原來當時有人發現了這個河半那裡 有一部車燒火 當日報給消防局 聽消防局來到 很快地把火灸熄了 就是燒得非常之厲害 位置在哪裡呢? 如果這個河邊大概就是長野縣 嚴敲站的西北大概距離三公里的地方 一個河半 那現場還有一張照片 我們看看第三張的現場照片 大家看到了 很多警方的守證人員 唯一現場盡量守證 為什麼會單單燒一部車 就不會有警方來到守證 因為車裡面有兩具屍體 當然其中一具就是淘井望 所以才會變成了 我們今次去講淘井望 這件殺害的消屍事件 有兩具屍體 第一個是誰呢? 就是住在東京中野區的淘井望 淘井望是一個偽名 他真名叫做渡邊芳美 他當時是二十四歲 那為了大家的理解方面 我以下都會稱它為淘井望 一個土的土 一個口井的井 望是望穿收水 希望過望 有兩具屍體 淘井望之外還有誰呢? 另一個就是長野縣 住在嚴敲市的一個男子 他全名叫做酒井宏樹 酒井法子同姓 宏樹 宏大理想的宏 一棵樹的樹 我以下簡稱宏樹 就是代替了酒井宏樹那麼長的名字 淘井望和宏樹 宏樹其實是淘井望當時的男朋友 宏樹當時都是二十四歲 兩具屍體造 所以警方不能夠那麼多長 守正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先講淘井望的一些資訊 三張現場照片看過之後 我們再看多一張照片 這張叫做合照 照片裏面的一對男女 正正是淘井望和她的男朋友 宏樹 講淘井望的背景 淘井望其實在2001年出道 那她出道之後的一年半時間 就已經遇到這件事 做了旅休一年半已經是沒命 淘井望本身的身高是非常細小的 據一些公佈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嗎? 當然是口頭閃離 你知道的 公佈出來的資訊 你姑且要相信 譬如日本專利事務所很多藝人 她公佈她的身高 我就打橫打碟都不信 那個是那個身高 那我相信她的身高 是穿一雙鞋 量出來的身高 說得好聽一點 那淘井望在官方的資訊 公佈的身高幾高呢? 148公分 非常細小 這些叫做五尺都不夠的女生 雖然身高的感覺 但是她身材有E級的身材 不好意思 什麼叫不好意思 畢竟平時不是想說女性的問題 但畢竟說到女優 和她的身材 我也分享一些資訊給大家聽 可能我在E級很誇張 原來是這樣的 這也是在日本當地的女性 告訴我才知道那個資訊 原來她說 日本計算級數和香港計算級數不同 香港計算了西方人那個 等於舉例 香港來的 你那個C級 已經是一個不小的級數 原來計算了 我們畢竟是前英國籍問題 計算了這個數字 可能她買一個內衣的時候 女性都會買回 譬如C級的女性也會買回C級 不用C級買E級 這個計算方法的時候 你會覺得E級很誇張 原來聽日本女性說 她的計算級數分度很小 她們的E級是隨時等於香港的C級 你預計要退一兩個級數 所以在日本的舉例 她有個女性 她說頭文字D 即她是D級 其實來到香港 可能是Under C 可能是B級也不定 其實相差一兩級 所以大家不要讓日本的成人動作片 去到程式片 嘩 H級 G級 Z級 當然沒有Z級 H級其實是要降落兩級 起碼的 不要相信她的數字 講回淘井王 她148公分高 她報是有E級的身材 她這個女性 她是屬於歸入了企劃單體女優 剛才說了什麼企劃單體 如果大家忘記了 我聽回第一節 我怎麼分企劃單體 她是屬於小粒的 蘿莉塔系 蘿莉系的女性 怎麼知道蘿莉系 我都不想 蘿莉塔也不想多解釋 因為本身我不是這方 即這個節目 不是說這件事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